欢迎收听总编读书 我是韩松霖 最近有一本新书 目前正在预购 那引起我的兴趣 我其实蛮期待这本书的 但是呢 我觉得它未必是一本会非常畅销的书 即便它的作者相当的有名 他是Bill Gates 那Bill Gates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英文书名 叫做How to Avoid Climate Diaster 那中文这一次天下杂志出版社 这个中文版的出版社 他们非常直接的就翻成中文 叫做如何避免气候灾难 傅书名是结合科技与商业的奇迹 全面启动静零探新经济 傅书名有点绕口 但是呢 这个内容 其实我之前或多或少 在一些报道里面 都有看过 Bill Gates对于全球的气候暖化 所造成的问题 发表一些他的意见 甚至呢 在Netflix也帮他曾经做过了一集的 一季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呢 叫《盖茲之道疑难解法》 那这是一个有三集的一部纪录片 那这三集的内容 大概都是在讲 比尔盖茲的基金会 在这么多年以来 那当然比尔盖茲的基金会 应该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工艺组织了吧 如果你也以 Capital Size来讲的话 他应该是全世界最大了 连巴菲特都要把他的财产全部捐给他 那比尔盖茲他的基金会呢 在这么多年来 针对的几个主要的议题 譬如说在 我们刚刚讲到的全球暖化 如何找到有效的持续的替代能源 可以降低碳排放这个重大的议题 另外 他们当然要去解决一些贫困 穷困的国家 譬如说像是非洲大陆的非常多的国家 他们如何去让那一边的人 可以得到一个 作为人类的生存的基本满足以及尊严 所以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 就讲了 譬如说像马桶 他要怎么在 没有良好的下水道的国家 他没有这个钱可以去做基础建设 但是如果你要靠政府的力量去做基础建设 在这样的国家其实是做不到的 那以民间的力量或者是以慈善机构的力量 他又要怎么去用科技的方法 来让这样的成本可以去降低 然后去达到 我不用那么大的力气来去做基础建设 但是还是可以让马桶这件事 在非常穷困的国家 去达到一个普及化的效果 所以这部影集我在很早之前 他刚上市 2019年的时候我就看过了这部影集 但是呢 因为比尔盖茨的新书 即将在3月2号正式的上市 所以我又回头去看了一下 我发现在最近 最多讨论比尔盖茨的这个议题 他出新书的这个议题 其实最多讨论的是在所谓的核能 因为在这个影集里面也讲了说 比尔盖茨他投资了一个新世代 第四代的核能发电厂的一家 一个新创公司吧 叫泰拉能源 那这个泰拉能源呢 他使用的是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第四代的反应炉 但这第四代的反应炉 跟传统的反应炉有什么不一样呢 比尔盖茨应该是聪明到知道 他在这个时候去提所谓的核能 来去解决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绝对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绝对会遭致非常多的骂名 尤其是在日本发生这么严重的核灾之后 他原本这个计划启动于在核灾之前 原本也跟中国政府谈好 要在中国去做 适行的这个第四代的新的反应炉 但是呢 随着川普的上台 后来中美之间就展开了贸易战 所以这个计划就当然是就谎掉了 就没有继续的进行下去 美国政府就不允许这样的技术输出到中国去 那所以比尔盖茨他在这一本新书里面 很明显的核能的问题会是引起正反两极讨论的最大的一块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比尔盖茨在核能这件事 到底做了哪些他认为科技可以带来的改变 以及其实除了他讲现在投资的太拉能源的第四代反应炉之外 不止比尔盖茨包含贝佐斯包含维珍航空的布兰森 他们都投资了新一代的核荣核发电 那这两个新闻是让我非常感到兴趣的 就是他们怎么去看现在反对的人一定比赞成的人来的多很多 这样的一个议题 但他们又怎么去想用科技来去解决人面对核能发电 这样先天上内心的恐惧 一段音乐过后就开始今天的总编读书 我们今天要看比尔盖茨怎么去看核能这件事 就不能去忽略掉一家公司叫做太拉能源 前面有讲到 这是比尔盖茨他有投资 他的基金会也投资了这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主要的项目就是去研发跟创新 如何去把核能 因为目前的核能发电 就纪录片里面讲 比尔盖茨认为在核能电厂的这个领域 其实他认为已经有25年以上的时间 没有太多的创新了 所有的技术都是很早以前的技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目前世界上所有的核电厂 大概都是奠基在半个世纪以上以前的技术了 那他就在思考说怎么样用新的技术来去克服 现在核能发电碰到的问题 那我对于太拉能源这家公司开始产生兴趣 倒不是因为比尔盖茨 而是因为太拉能源的这个共同创办人 如果对于科技甚至美食领域有兴趣的人 应该会知道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有趣的不得了 他叫Nathan Paul Milward 那他的专长呢 他是一个神童 他14岁就念大学了 那比尔盖茨是怎么认识他呢 是因为微软大概在1980年代的时候 收购了他的公司 就是Nathan的公司 那Nathan的公司被微软收购以后 他也顺势地成为Microsoft的partner 他的创办人之一 那经由这样的原因 那Nathan他的专业 其实不止在科技的领域 他比较为美食圈的 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所熟知的 就是他做了一套书 因为你可以想见 他公司被Microsoft收购掉了 然后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身家就致富了 所以他投了很大的一笔钱 他去做什么呢 他成立了一个lab实验室 他把这个现代的料理 我们现在看到所谓的米其林料理 这种就是从传统到现在 这种fine dining 他用科学的方式去分析它 为什么食物在这个过程中 产生了什么变化 所以可以让它变得好吃 所以可以让它变成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那他做的这个lab 后来做了一套书 叫做modern cruising 这套书应该是被奉为美食圈的经典之作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的孩子是念厨艺学校 所以我特别帮他张罗了这一套书的原文版 那这一套书呢 在之前上市没多久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卖 那时候台湾现在出中文版的是这个简化的版本 就是大众版 我记得也不太便宜了 一本大概两三千块 但是它的这个原始的版本 它是总共有五本书 然后这五本书呢 用一个很巨大的压克力盒子装着 我告诉各位 这一套书超过20公斤 为什么我记得呢 因为当初呢 我是托朋友从北京去买这套书 然后这套书我是从北京带回来的 行李托运 它就已经光 不包含我自己的行李 光这一套书就已经超重了 就已经超过20公斤了 所以光这套书就已经超过 所以我一定是20公斤以上 那你可以想象这么庞大的一本巨著 尤其他又投入了非常多领域里面的专家 包含厨艺方面的专家 包含化学 包含物理学的专家 他自己是科技的专家 然后呢 再找最顶尖的摄影师 所以那里面的图片真是美到不得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其实可以去找一下他的中文版 他的中文版是普及版的 那如果你不是专业的工作者 你不需要花个三四万块去买一套 这么深度的工具书 普及版大概两千多块吧 我印象里面 我觉得对于对Find Dining有兴趣的人 这都是一个必读的经典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Nelson 他就是投入大笔资金 做这件事的一个疯子 他的兴趣非常广泛 他除了是Microsoft的共同创办人之外呢 他还研究过论文 他的论文的主题是恐龙尾巴摆动的速度 这真的太夸张了 对不对 谁会去研究这个 他还去研究了陨石 所以他在科技圈是有相当知名度的 那在大家都因为我前面讲到说 Modern Cruising这套书 其实他是从微软退休以后 他成立这个lab当作他的下一个置业 那做了一段时间 Bill Gates他成立了基金会 之后呢在能源议题上 他就找了Nelson来合作 所以他们才共同创办了这个泰拉能源 泰拉能源的所谓的第四代反应炉 第四代的核电厂 它的概念其实并不新 它里面的一些原理有一些是新的 但是这个概念呢 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我在很久以前呢 在日本的福岛核灾发生之后的几个月 我就当时我服务的出版社 我策划了一本书 叫做核电员工的告白 那这个呢是日本的核电厂的一个员工 他那时候出书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过世了 那他之前曾经留下来的一些文字记录 在日本的反核圈里面流传 所以我那时候是透过刘里尔 非常知名的作家 以及以前中国时报驻日的特派 取得这些文字 然后呢取得一些授权 然后整合了一些核能专家的一些看法 所以出版那本书 所以我大概是对于 所谓核电厂安全问题 是有一些粗浅的了解 那福岛核灾的问题呢 也就是说传统核分裂 用传统核分裂来发电这样的核电厂 它存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冷却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把核电厂关闭 你要让它不发电 它是持续在核分裂的嘛 所以你要让它关闭呢 你就要把燃料棒放到水 让它冷却 那因为你要大量的水 大量的冷却 因为它非常的热 所以不是有限体积的水 就可以冷却的 它就要不断的有电力 去提供水来让它冷却 那福岛核灾为什么会发生呢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大嘛 你既然要冷却 你需要电力 那我就用一个柴油发电机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海啸来了 把柴油发电机 它把柴油发电机放在地下 所以海啸一来就把柴油发电机给搞挂了 这样就没有办法让核电厂做到停炉 所以在那个热度没有办法得到控制的底下 它就造成了轻爆了 那这个大概是一般现行的核电厂在面对自然灾害里面 会碰到的最大的问题跟不可控制性 除此之外 因为我之前编过那本书 我觉得核电厂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我们在理论上面想的都非常完美 它是可被控的 但是实际上像刚刚讲的天灾 这可能是一个变数 还有另外一个重大变数就是维修的问题 在我曾经出版那个核电员工的告白 这本书里面其实就讲了 核电厂的维修人员在日本 在福岛核灾发生之前 它其实呈现一种状况 就是因为没有人想要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很危险 所以到最后是什么样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呢 当然就是非常需要钱的人 理所当然的是 这样的工作应该是要有极度专业 跟极度熟练的工人来去进行维修的工作 但实际上在福岛核灾发生之前 日本的核电厂都是有一群 可能是渔民 可能是农贤的农夫 他们为了赚短时间赚快钱 所以就自愿到核电厂里面去做维修的工人 那姑且不论说维修这件事 会不会对它的健康带来重大的影响 但是你维修的品质 就没有可能到达一个非常军医 高水准的维修品质 那这样的核电厂里运作都是以十年以上为计算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如果一个老的核电厂在二十年以上的核电厂 它都是用这样的品质来去维修 那你可以想见 它出问题的这个豁然率可能就会提高 那Nason跟Bill Gates他们的泰拉能源 他们所谓的第四代的新的反应炉 它跟传统的反应炉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这第四代的反应炉 它的最大差异是 我们刚刚讲到冷却 它使用的不是用水冷却 它是用液态金属冷却 也就是钠 用钠这样的金属来让 因为它根本没有肺点可言 它的肺点是极高的 所以你不像水 你当你用水来冷却 非常热的燃料棒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蒸汽 所以最后会轻爆 那如果你用钠的话 它可以承受的这个温度极高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 只是把钠所吸收来的热量 再把它排放出去而已 没有水蒸汽的问题 所以他们觉得用液态金属 来去解决燃料棒停炉的时候 散热的这个介质 是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工具 同时也是可被控的 也是安全的 那这样的第四代反应炉呢 最早其实是俄罗斯的一个 科学家所提出的发明 但是为什么俄罗斯没有用这种强调 它不但是可被控 而且它的发电效率更好 为什么 因为它是使用所谓的贫乏钥 那贫乏钥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核废料 被使用过的燃料棒 或被使用的核燃料 都可以叫做贫乏钥 那理论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全世界正苦于说 有这么多的核废料 但不知道要存放到哪里 因为它的半衰期太过漫长 所以没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存放 那如果可以把这些核废料 就顺势的拿来当新的 第四代的反应炉的核燃料 那不就是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你就不用再找储藏的地点了 听起来是非常美好 但是呢 这种第四代 也就是说用液态金属来做冷却的介质 同时用贫乏钥来作为燃料棒 这样的反应炉 其实太拉能源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之前呢 日本曾经有一个炉叫做文书炉 那文书炉在日本的核能反应炉里面 其实一直是一个命运坎坷的角色 它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核废料的问题 因为日本的核能的反应炉非常的多 但是呢 它这个反应炉开开关关 开开关关 不断的出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钠是一种具有侵蚀性的金属 所以如果你用液态钠作为冷却的主要的介质 你势必有非常多的管线管路 它如果是一个高腐蚀性的物质 这些管线跟管路就会经常的出问题 所以其实不只是日本 法国其实在核能发电也是历史非常悠久 而且技术走在非常前面的国家 法国也有所谓的新的用纳金属 液态金属来作为冷却的反应炉 但是法国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目前是无解的 第二个问题是 刚刚讲到了 俄罗斯先发明了这样的技术 但为什么它不用 因为呢 这样的频发幼的反应 它是非常的缓慢的 它的速度非常之慢 它是我看到的资料是说 以每年一厘米的速度往外扩散 那你可以想见 它的发电效率一定不好 泰拉能源它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增加这个核反应的能力 发电能力 然后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用反过来思考 如果你燃料棒是固定的 往外扩散 它的速度非常之慢 它要能够产生足够的 能量的反应的时间非常久 但如果我把燃料棒 做可动式的设计呢 也就是说它在燃料棒 在反应的过程里面 它是绕着 它不是在中间 它是绕着旋转 它可以增加它反应的面积 所以它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泰拉能源的第四代的核单反应炉 可以产生在媲美现代的反应炉 它的发电的成本可以是有效的降低 可以跟现在可以做商转 那因为你投资核电厂动辄都是数十亿美元以上的投资 所以如果你不想日后商业规模化的可能性的话 它终究是一个赔大钱的 不可能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东西 所以这是泰拉能源提出来的第四代反应炉 但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资料 我都还没有看到说泰拉能源是要如何去解决 作为钠液态金属 它容易造成腐蚀这样的问题 我还没看到相关 也许有对于核能议题更专业的研究者 如果有听到节目的话 有专家因为高手在民间 有人可以解答的话是更好 但是这个第四代反应炉 如果照目前的角度来看 虽然Bill Gates不断的大声激呼 在温室效应的情况底下 他认为要解决温室效应 是比新冠肺炎来得更严重的一个挑战 你要解决新冠肺炎 你可能就是疫苗上市 也许不是一次的疫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随着不断的进步 疫苗终究会解决这个疾病的存在 但是气候变迁 却不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努力 就可以改变气候变迁这个恶化的现实 譬如说他就提到了 现在大家都在非常的风电动车 但是电动车在Bill Gates的眼中 他认为虽然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他觉得只能解决碳排放的7%的问题 有非常大量的碳排放 即便你电动车大量的使用 大量的上路都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另外就是在风力方 或者是其他的绿能发电这样的solution 在他看来这样的solution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不是一个stable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持续的稳定的供应能源 譬如说他举例了 假设一个台风今天到日本 日本假如日本全部都是用绿能发电的 那这个台风到了日本以后 就是让风力发电这些绿能发电 太阳能发电都没有办法运作 那这时候的以光东京一个城市所需求的电量 把全世界的电池加起来 都没有办法供应东京一天两天的需求的电量 所以这个是在Bill Gates的眼中 所谓的绿能发电碰到最棘手的问题 就在技术方面 他事实上受到一个 他是否可以长期稳定持续供应电力 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说他就很难去忽视 核能到底是不是还是一个选项 那在核能呢 除了我们刚讲到的泰拉能源的第四代反应炉之外 另外呢 还有就是他所新投资的一个 核融核反应的一家美国的新创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CFS 那这家公司呢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募到了两亿多美元的资金 他的投资者全部都是大有来头的 我们前面讲到Bill Gates 贝佐斯 维珍航空的老板 Richard Branson 另外呢 中国的马云也有投资 彭博的创办人Brimberg也有投资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说 到底核融核到底有什么魅力 它跟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核能发电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大概查找了一番资料 大概对于核融核这件事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对我自己做一个科普 我把它大概简单的讲给大家听 核融核跟现在我们现在所谓的核能发电 是用的是核分裂的技术 所以我们要使用的是浓缩釉 然后透过分裂的方式产生能量 那顾名思义核融核就刚好相反了 核融核就是让物质做紧密的结合 那在这个紧密结合之下呢 它会产生大量的能量 所以呢前者叫做原子弹 后者在人类的历史上 曾经做到核融核这件事 就是氢弹 其实这概念呢是模仿所谓的恒星 就是像太阳 太阳就是一种透过核融核产生的能量 那核融核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能源的解方呢 这是因为第一个 它的能源的取得来源是非常简单的 现阶段的技术要做到核融核 大概都是用氢的同位素 那氢的同位素大概有两种 除了氢在大自然界呢 氢的这个元素呢 大概有七种 但是呢只有三种 是自然界就可以存在 不需要人工去创造出来 那这三种呢分别是氢 另外是刀 另外是穿 这三种 那后两者呢就被称为是重氢 那这两者呢 其实都是可以靠着海水 因为它就是氢嘛 水就是氢氧 那所以它是可以靠着从水里面去取得 也就是说 姑且不论 你要取得这样的元素 你要花多少的能源 但基本上呢 它的来源是源源不绝的 那核荣核 为什么说是它是一个行星的 行星的一个能源的模型呢 这个是因为 如果我们看太阳 太阳其实是一个极大重力的地方 那它这么大的重力 跟这么高的温度 强迫这个核子去靠近 也就是说它当你核子在靠近的时候 就会产生能量 这就是我们讲的融合 但是呢 你在地球上 你现在不是在太阳吗 太阳有这么大的质量 有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它可以产生核荣核 即便是像太阳 它产生的核荣核 也对于这些分子来讲 也可能是几亿年 才会碰到一次核荣核 那你在地球上 你要怎么做到 有效率的核荣核呢 就是你要创造出 把这个核子之间能够聚合 要不就是高温 要不就是高压 那以现在我们的技术 能够做到的是利用电浆 也就是利用磁场 也就是说地球 虽然没有这么大质量跟重力 去做到压力跟温度这件事 但我们可以用磁场来去取代它 所以呢 在之前呢 有非常多走在世界前沿的是欧洲 欧洲现在已经有一个 核荣核的反应炉 正在兴建当中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在2040年 能够把这个东西 核荣核发电 变成一个能够商业化的 一种发电模式 那我们前面讲到的CFS 它是从美国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 它去Spin-Off出来的 一个新创团队 那当然它在做的 也是跟法国的 那个核荣核反应炉是一样的 就是如何把这项关键技术给商业化 然后把它的成本降低可以作为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干净的能源 那核荣核它为什么说比较干净呢 第一个是它能源取得 它不像诱惑布 它需要开采 第二个是 在核荣核过程中所产生 它还是会产生一些 会有核废料的问题 但是它的半衰期非常之短 相较于右根部来讲 这所谓的短 大概也是几百年 但是因为它的体积 以及它的半衰期 都不如原本的来得这么严重 所以对于人类来讲要去处理这样的废料来讲是简单的 那现在呢 不管是CFS或者是法国的核荣核的反应炉 碰到最大的挑战就是 技术上都可以做到 但问题是你要创造一个能够让强迫 这个重氢的核子去能够靠近融合所产生的能量 你需要靠大量的能源去创造 我们刚刚讲到 不管是压力或者是温度或者是磁力 你都要靠大量的能源 这个技术呢 人类从能够使用氢弹这个武器以来 就已经知道如何去使用它 但你为什么不能把它用在发电上面呢 就是你投入的能源远远少于你所产出的能源 所以你做这件事是白忙一场 你今天当然可以去做一个核荣核的反应物 但是你可能要花数百倍以上的电力 才能产生一点点的电力 所以这个是它在商业化里面碰到的最大的问题 目前呢 核荣核反应炉的最快的进度 我目前看到的报道是 要到2025年 它才会开始进行所谓的电浆测试 那这个反应炉呢 是位于法国的南部 它又有一个昵称 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太阳 因为刚刚讲过了 这个核荣核的方式就是类似 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 那这个计划呢 被称之为ITER 它是在法国南部 由欧盟 中国 印度 日本 俄罗斯 南韩跟美国等 35个国家联合出资的计划 欧盟是这个计划主要的主办方 它45%的资金都是由欧盟所出的 其他的主要的 我们刚刚讲到的 其他的六个主要国家 各出9.1% 这个计划呢 是从2006年开始 然后这个主体的建设是 2010年开始动工 在原本的计划是 2020年要第一次去产生这个电疆 2023年达到商转 那你可以发现 这样的计划是远远落后了 现在要到2025年才能产生电疆 它的预算不断的超支 原本100亿欧元的 现在已经增加到200亿欧元了 现在规划呢 是电疆是在2025年产生 然后到2035年才能开始做 我们前面讲的重倾 也就是刀跟穿这两个重倾的 核融合的实验 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核融合 可能是我们未来相对干净的核能方式的一个选项 但是它终究是一个缓不济集的option 也就是说到它真正成熟 可能都是maybe要到2045年 2050年才能达到商业的运转 但是呢 在此之前到2050年 我们可以想象到气候变迁 在目前为止 就对于我们的生活 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譬如说美国跟澳洲的大火 譬如说这些极端气候 在全世界都层出不穷 亚马逊森林 澳洲的大宝礁 那我们台湾的气候呢 也因此而产生非常多的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 距今还有30年的时间 到底地球的 就像Bill Gates所讲的 这个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灾难 到底我们的科技的速度 够不够快 够不够积极到可以去克服 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灾难 当然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为什么非常推荐 大家去看Netflix上面 关于Bill Gates的这一部纪录片 原因是除了他介绍一些 Bill Gates这几年正在做的一些 像气候变迁所造成 或者是解决人类贫富差距 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里面有相当多 关于从人性的角度 去看Bill Gates这样的人 其实你可以去想 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吧 所以其实他的人生 也不是完全的一帆风顺 可能现在很多 假设你目前是30岁左右的 你可能对Bill Gates的 微软初创时期的历史 或那时候的故事 并不是很了解 那你看了纪录片你就会知道 其实在微软大获成功的年代 Bill Gates其实是被世人 看作是一个恶魔的角色 他曾经被美国国会指控垄断 因为那时候跟Windows竞争的 Next Gap是完全被 Bill Gates打到传播器来 所以那时候有非常多人同情 Next Gap 那这件事还闹到这个法庭上面 然后第一审还是败诉的 那Bill Gates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上诉 在那段时间 Bill Gates不断的去出庭 而且要去证明 跟世人去证明 他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恶意 他不是恶魔 但是他还是发生非常多 让他内心非常纠结的事情 譬如说就有人把这个蛋糕 把派在他出庭的时候 宅在他的脸上 是让他非常不堪的一个过往 所以呢 即便像Bill Gates这样的人 在他人生里面 在他人生长河 也未必是完全的一帆风顺 那但是呢 他还是找到了 属于他人生奋斗的目标跟方向 因为大家知道 他其实已经算完全的交棒了 他已经不再去管理 微软的日常营运的工作 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投入基金会的工作 也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我里面看到 就是主持人问他 就是说 你会不会觉得 你现在提出来 不管是这个各种新形态科技的马桶 去解决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准的问题 或者是向胎拉能源试图去解决 气候变迁所带来的问题 就是要降低碳排放的问题 看起来都是困难重重的 而且这些事情 他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 另外一件事情也很有趣 他要解决全世界 让小孩麻痹不再发生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而且呢 在一般人眼中 就是说 你做这些事情 都多少少 有点吃力不讨好了 这其中尤其核能是最 像他的partner Nathan就说 如果他稍微聪明一点 他应该专心去做 打败小儿麻痹这件事 而不要去碰核能 绝对是会迎来更多的掌声 但是呢 Bill Gates却说 他说很多人可能说 他是科技的极度乐观者 他也很诚实的说 他说因为这是我擅长的事情 这是我的专长 所以我自然 我只能去想说 怎么样用科技去解决这些问题 他说呢 这个能力就好像是 我的榔头Hammer 所以呢 当我看到钉子 那么多nail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用我的Hammer 去把它敲平 所以从这部纪录片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非常多Bill Gates 非常人性的一面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呢 用一种非常巧妙的叙事手法 去问Bill Gates 他说看起来他在做的 这部纪录片里面所陈述 Bill Gates在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非常难达到的 我们一般人通常都会非常向往 所谓的改变世界 尤其我们很羡慕像Bill Gates这样的人 他有超凡卓越的脑袋 他有足够的能力可能去做到 改变事件这件事 不只是他 譬如说像Elon Musk 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憧憬这样的人 但是呢 他们也是人 他里面的结尾 我觉得非常的感人 他说呢 他跟他的太太Miranda 都非常喜欢一部小说 就是大很小传 Grand Gatsby 他说他们在交往的初期呢 他的太太曾经是 会在他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人都走了以后 他会在办公室点上一盏 绿色的台灯 会把他打开 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号了 就是你可以过来的信号 这个习惯 就是这个来源 就是来自于 如果有看过大很小传的人 或电影的人 应该都记得这个桥段 这一个故事 所以他里面 Bill Gates就引用了这一段 他说 他记得书里面讲到 当那个灯亮起来了 当我们到达了 这个蓝色的草坪上面 应该这个梦想 就不是太遥远了 所以我想呢 他的执着 他忠心的去 希望去解决 这样困难的议题 虽然是有可能 有生之年都做不到这件事 但是他始终就是告诉自己 Harder 继续地坚持下去 这是我在看到 他即将出版的这一本书 因为还没上市 所以我想比较早去理解 这本书可能是在讲一些什么 事实上我看过一些内容介绍 我就大概知道 这应该就是Bill Gates这几年 他不断地致力在某些领域的一些 内容的一些集合吧 所以我大概就去先查找了一些资料 那也跟各位分享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不妨就是可以把他的书买来 因为他除了是一个科技的创新者以外 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大量的阅读者 如果你看过那部纪录片 你就会震撼他平常所阅读的书籍 他的阅读量以及他的阅读种类 他非常喜欢看一些非常非常冷门的书 那这部纪录片里面有非常多的描述 如果你在新书上市之前你想要理解 你可以去Netflix看 盖茲之道这部纪录片 或者是说在3月2号之后可以去买 我自己会是去买一本 看看这里面书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有超出我在媒体 跟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所看到以外的内容 有没有更深入的内容 如果有的话 我也会在另外再花时间 来跟大家去讲这书里面的内容 简单的介绍 希望这一节节目对你有帮助 也欢迎在Apple Podcast上面 帮我留下五星评价 那我们就下一期节目见 感谢观看